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什么造成生命危险啊 但是这个的话呢 现在的医生的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呢脂肪酸塞这个问题 是有二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是非常小的 对 所以像这种问题的话呢 是不需要去特别担心 去正规的医院 当然是不需要正规担心 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嘛 对对对 因为像我听说过的脂肪酸塞呢 就像你刚刚说的是那个脂肪是会顺到那个静脉里边 然后会堵住这个静脉 是的是的 然后静脉血液无法流通 会导致那个边缘的这些细胞会坏死啊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像脂肪填充锡脂都用的是那种顿针是吧 对对顿针 就是很粗的对 就是为了防止血管破裂 那那倒不是这么说 也是院长的这个经验 他的手的这种触感 触感和技术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用力过猛 穿到这个肌肉层 痛破这个大血管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顺的这个 也是跟那个医生的专业程度有关系 对对对对 很专业的医生还是 他是比较擅长这样的一些洗脂手术的医生 而且他用的装备也是很高级的 所以这种脂肪酸塞的概率一般都不是很高 所以一定要选择最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医院 去做这样的手术 是的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